大家好,晚年又跟亲戚公亲戚母 还有就是孙女儿媳妇 因为儿子出差了 我们又在一起吃的饭 你看这一周出去吃好几次饭 他们的吃饭都是6点半吃 那么吃到7点半 在我们北方这个时候早就吃完饭了 你看我来这块来长沙半年了 我长了十进城 也是我的嘴比较壮 那么看啥好吃的都想吃 那么这长沙真是一个美食城市 那么今天晚点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就在我们家跟起来的市场一个饭店 以前我们也想上那去吃去了 但是没订上 今天亲戚母说的下午订的时候就没有包店了 那么我们就在大厅里吃 就是人呢特别满 你看 你说到这块你觉得能不胖吗 因为有时候儿子家请客吃饭 有时候呢就是亲戚母总找我们吃饭 那么我们呢再找亲戚母吃 吃的 我们找亲戚母吃的时候呢 一般的时候呢我们都在家做 因为他们没吃过的东北菜啊 我们都给做呀 包饺子呀 烙饼啊 擀面条啊 再做几个东北菜 有的时候呢我们还给他包酸菜饺子 他们呢还有的时候包全是肉的 因为他们特别愿吃肉馅的饺子 这个啊其实长沙的美食真是的 特别好吃 我呢其实也不能吃太辣的 微辣的吧 那么就今天晚间 我们呢就吃的是牛肉炒辣椒 那个真是的 特别好吃 它呀这个湖南的香菜呢 有特点 就是辣 口味重 但是呢真的还好吃 我们喝的那个莲藕汤 那么这块呢就我胖的原因呢 也是呢我特别愿意喝糖 我们在北方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愿意喝 但是呢那时候也不是说天天喝糖呢 有的时候懒了就不愿意做了 一般时候一个菜一个饭 就觉得也挺好的 到这块以后啊 就是跟那个湖南人一接触 我们都是一顿饭的做好几个菜 那么特别香菜 我们出去吃 那眼睛那个味啊 真是做的特别好 因为香菜啊属于四大菜系列之一的 真是的特别美味 那么它的口感呢特别好 你看眼睛的牛肉 就像我们昨天呢 就是跟儿媳妇 他们就是蒜的牛肉 就跟北方的真不一样 就是特别好吃 就是晚间我还不太敢吃东西呢 吃的不太多 但是呢那你看 也就是晚间吃 因为我在北方的时候呢 晚间我煮食是不吃的 就吃点菜 吃点菜呢也都是清淡的 这块呢就是说 到晚间呢就是吃的好 那么但是我跟我家老张 要吃的时候呢 我俩也是按照北方那个 虽然做的多 但是呢我们尽量吃清淡的 那么你看就是一周啊就是出去 你看吃三次了 那你想一想 你说这人能不胖吗 再一个啊在这块最主要的是呢 也是没朋友 也就是出去呢 跟我家老张啊溜达溜达 以前呢我还学的就是声乐唱歌啊 这段时间呢也没去 所以呢你看就长秤了 我就准备啊现在啊就开始减肥 少吃饭 这和多干活 这样啊 才能呢就是把自己的体重啊减去 原来啊我是120 现在啊已经130 还已经呢就是 有的时候还130多呢 你看这胖多少 就是以前的衣服啊 一穿起来都特别正着的 就是我一看 哎呀咋这么胖了呢现在 你说是不是 这人呢不能贪嘴 就吃多了也不行啊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呀说谁没来过尝啥的 快来尝尝 这块的美食啊 臭豆腐啊 虾呀 小龙虾 都是它的特色 特别好吃 拜拜 感谢您的支持 下集见